黄瓜打完这个老叶子以后 就开始正式的进行落腕了 进行落腕处理了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 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柴哥 这个落腕之前要打老叶子 那个老叶子打 打的哪个位置比较合适呢 我们网上说的很多啊 有留上面留鸡片叶的各方面啊 这样我说一下我们的经验 其实我们打老叶子呢 是打的位置呢 是下部最下部的一根瓜下面 留两片叶子 然后剩下的下面的叶子 全部要打掉 如果说下面的两片叶子 出现了一些好比说 那个那个变黄早摔了 或者有病态了 那么这两片叶子也不留了 就直接要打掉 为啥说要留两片叶子呢 因为这个果实呢吸收养分呢 矿物质养分的时候是有一个究竟吸收的原理 如果说你把这下面的叶子都打掉了以后呢 不利于最后一个瓜的一个棚瓜 如果说我们下面的叶片留的 好比说最下面的一个瓜 我们留了下面留了四片叶子 实际上留多了以后 起的作用也不大 然后呢 不为了增加人工 所以我们一般经验就是 最下面一个瓜下面留两片叶子 剩下的才打掉